你现在收看的是《非财勿扰》 《非财勿扰》 取财有道 各位好 我是徐昂 万众期待的深港通终于要在12月5号正式开通了 这一次深港通与护港通最大的分别是 护港通质疑 允许内地股民是买卖香港的大型股 而深港通则是允许内地股民买卖香港恒生小型股指数成分股 以及在深圳上市的有H股市值的50亿元的股份 对此 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更是表示 鉴于美国的贸易保护的威胁会使中国的货币环境 在2017年上半年持续地保持宽松 上证宗旨到2017年底 预计是可以升至4400点 开启中港股市的一个大时代 4400点 距离目前的指数还有36%的一个升幅 这究竟是投资的好机会还是过度的乐观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会请到亚洲创富证券行政总裁 盘铁山先生为您解析深港通能否再度开启股市的大时代 首先我们今天的节目 内地本土的话 这个股市还是偏落后的 所以内地的油脂比较多 投资性的资金还是很充裕 现在3250能特破的话 下个位置是3500 科技股是从国内的布局来看的话 其实远远高于香港 另外白酒股除了茅台 其实后面还有五粮液 这都是深圳的那些 A股都是不错的 那今天做客本期《非财物老节目》嘉宾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亚洲创富证券行政总裁 盘铁山先生 Patrick 欢迎您 你好 其实我们知道这一轮 深港通开通之后的话 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就是说它能否开启 中港股市的一个大的时代 我们知道其实在 互港通开通的时候 内地的A股市场还有港股 都是开始了一波牛市 所以大家也就期待说 这一轮开始之后的话 我们港股还有A股 会不会也开启了牛市呢 你怎么看 我相信整个A股市场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时间 还是偏落后 自从去年的年终爆破以后 就整个股市 还是没有真正的上来 还是反反复复在低位爬行 最近才因为人民币在贬值 因为贬值的话 它相对的投资性资产 这价格就有个调节 就是相对的价格 会有个调整的话 就变成了这个股市 会有个拉动上来 这个是有这个原因的 后面当然了 PMI 紧出口数字 跟固定市场投资 这些都是有起来的 所以这个数据慢慢也是启动 也是对整个经济跟股市 会有个良性的作用 但是从深港通的开通的背后 我相信早段在这个12月份 不一定是有一个行情 大升的出现 因为它已经在这个事情里面 在两个多三个月以前 已经宣布了 在那个时候 通过这两个多月 进港的 透过港股通的资金 已经达到700个亿 已经不少了 所以要买的话 已经有很大部分的 机构投资姐都买了港股 后面能不能延续 学日月初一开通以后 再大升呢 我是比较怀疑 因为外回不配合 外回怎么不配合呢 一方面美国加息的事情 美元现在一直在往萨拉 美汇几数已经到了10亿以上 对主要的货币 像热源 以美元换112 欧罗对美元是1.05 是14年的低位 这个英镑也是维持在 较低的位置 所以这种种的话 其实对亚太地区的货币 做成压力的 而这个美元的拉升上升的话 理论上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都是对亚太地区 做成一定的影响 而大众商品 是用美元来换算的 大众商品的价格 有可能会进一步再下挫 特别黄金 原油 这方面拉动的那些相关股份 也是不少 所以美股 自从特朗普当选以后 有个拉动上升 到了这个点会上 能不能延续 我其实比较怀疑 有可能会有个比较多的点的 幅度的回吐 这个也是影响到 刚两天股市 但是当然了 明年的话看 是会比较好了 就好一点 就整个外围 其实刚刚Patrick也谈到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在互港通开通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压力 不过现在的话 确实在外围市场当中的话 美元指数的一个提升的话 它不利于整个亚太地区 特别是东亚地区货币的 一个升值 或者说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贬值 可能在很多的国家 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样一个外围的话 可能就不是特别利于 比如说深港通开通之后的话 股市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不过我们知道 其实A股市场的话 有太多的小散户参与到里面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它已经占稳到这个 三千两百点以上 现在已经开始迈入到 三千三百点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大家对这个股票市场当中 突然之间又开始有一阵的躁动 很多小股民又开始说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A股要起来 开始跃跃欲试 而且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话 也在这个限购 还有这个现贷的这个遏制之下的话 现在很多资金 已经开始从房地产市场 流入到这个股票市场 其实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 其实对于目前的股市 会不会来带来一个 这个提振的效用呢 A股市会有做好一点的 就是对内地本土的话 这个股市还是偏落后的 所以内地的油脂比较多 投资性的资金还是很充裕 所以从这个最近的调控的话 有部分资金有可能 重新投到股市上面去 对A股市有帮助的 现在3250能特破的话 下个位置是3500了 上升是3500点的水平了 这个是我看是A股会表现还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12月份不一定很好 因为外汇不稳定 就是很多的数字 但是后面明年会不会 持续的一个表现得不好呢 我觉得机会还是挺低的 因为首先我觉得美元是没有加息的条件 你觉得明年的话美国它不会加息吗 没有加息条件 因为欧洲在量化 英国也在量化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量化 所以这个对美国本土做成很大压力 贸易上的压力 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在持续的在加息 因为美国本土的这个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的 差距是很大 明白 美国经济也没有旷张的很厉害 所以其实没这个条件 特朗普我相信他也是说说的 就说说的是吗 没可能 因为不少投资者他们之前有分析说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 可能他明天要加三次息 因为他一直在说 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加息的步伐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其实说如果加息太快的话 美元指数升得太强 就不是特别利于美国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出口 但是它是不是能有另外一方面的话 它有利于一些资金回流到去美国 回流到这个美元的资产 它是一个利好呢 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 也不能 就是现在的美元币就太高了 美会这么高的币值的话 那没有这个核锡的空间让它加息 因为在加息的话 美会再往上冲的话 那就影响很大 因为出口已经严重受打击了 现在本土的话 内需的话 只是慢慢地在改善当中 就PMI PBI也没有改善 所以这种种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条件 就反正这个多加几区利息的话 也是没这个根据 因为这个确实美国是没有这种条件 那这样的话 可能香港这边的话 也会松一口气 因为很多香港投资者也会觉得说 比如说最近香港的这个股票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像这个房地产市场 特别是这个地产股 它这个打压的这个情况 还是很明显 很多股票升 但是很多这个地产股 对 就是被打压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 比如深港同开通之后的话 一些资金的话 是不是回流过来这个香港这边的话呢 会去炒作香港这边的这个中小企业 这个市值在50亿或60亿港元 上下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当中呢 这个也很难说 因为不仅前进来要看它是散户的钱 还是机构性投资者的钱 机构性投资者的钱可能是取向 还是由于中达盘股 中达盘的股 就是像港加索啊 像券商啊 像内营啊 内房啊 内险啊 那些都是比较好的板块 特别内险 内险的话内地的保险股 因为它内地A股就上来的话呢 就对它的投资性的收益会增加很快的 很大的 所以呢 对于国寿啊 就平保啊 这些都是不错的 本身目前的这个利息环境啊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稳的 向下的一个环境 对于那个保单的回报 它可能也会向下调一点 所以目前的这个利息 还是属于比较低嘛 OK 所以对它是经营节来说 是特别有利的 那比如说一些 吸口比较敏感的股份啊 还有这个房地产股份的话 是不是因为美国加息这个问题 在12月份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受压的这样一个空间 你说是内地房地产 是香港房地产股份 香港房地产没办法了 因为香港房地产它 加了这个印花税 这个加辣嘛 已经跌了10%了将近是 对对对 就帮着15不得了的 OK 就会 就假如短时间买了 再卖的话呢 就帮着30 对对对 那个是绝对来说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呢对这个市场呢 会显得比较淡尽了 当然一手楼就不同了 一手楼就可以转嫁到 就发展商店面去了 那个楼价它都在给那个 一个折够了 所以相对来说会把这个 这个印花税呢 这个会可以降低了 所以这房地产股呢 可能会没有太大的行情 但是内地 内房股的话 内房股还是会看好的 因为它刚需需求很大 上海北京深圳 上海又开始限购了 对对对 但是还是会 但是无论香港也好 国内也好 限购本身 这个调控的本身的背后 就是不想楼价大地 想降温 而不是想它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呢 这个也 看成这个也不是一个 很负面的一个消息 香港 当然了 回溯香港的话呢 可能经历过一波 整部探敌完了以后呢 明年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不仅 美元港元挂钩 正如我刚才说的 美国是 港元是跟着美式走 港西跟着美式走 港元跟着美元走 这个从外来的人来看的话 这个港元区资产 都是美元区资产 所以呢 你买它 绝对是有一个 稳定性在这里面 而这个香港这边 到了一定的位置上 来说的话 这个对这个 这个 整个投资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因为其实国内来香港 买楼的资金也不少的 特别是买一手楼的话 可能很多发展商 就帮你去付了这些税务的 这些钱 二手楼可能会 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但是一手楼 还是有一个上升的动力 因为它 这个 印花税也是转价 从那个 投资解身上 转价到那个 开发商 对对对 好的 谢谢潘先生的分析 我们是稍事休息 这里是非彩污染 我们广告之后见